你认为中国选手的实力怎么样 太垃圾了 这么说吧 中国人在我的面前 就好像没断奶的孩子 我敢保证 下一场比赛会把中国选手 打到回家找妈妈 说到做到 救我救我救我 还有谁 好 各位现在观众朋友们 这场比赛呢 是为您带来一场 非常非常精彩的 中韩队局 眼前这个贼眉鼠眼 留着小胡子的 就是来一局韩国的选手 金大根 好 那就是在两天前的 媒体发布会面前 这个金大根呢 当着媒体记者的面 公然表态 要把我们中国选手 打到回家喊妈妈 这个家伙太狂了 我们都知道韩国人很狂 但没有想到 已经狂到如此地步 好 眼前这位身材 非常非常好看的 这个小伙儿 正是来自中国的选手 胡勇 胡勇目前为止的话 是一个七连胜的战绩 这场比赛也是他冲击 八连胜的一场比赛 但是没有想到 侠路相逢勇者胜 胡勇遇到了 韩国选手 金大根 套勇 斗狠的作战风格 再加上用不完的体能 再加上 精湛的摔究技巧 让胡勇在拳击了一台 我们刚才说到了 已经是七连胜的战绩 两人塞前的火味很浓 胡勇面对金大根的猖獗态度 胡勇塞前也是在媒体面前表态 这场比赛我会把他打到 把昨天吃的泡菜都吐出来 好 观众朋友们 胡勇还是 这小伙儿很有血性 你再开始看一下 红方选手 黑色短裤是 胡勇 我们中国的一位 拳的小将 25岁 他虽然经验还是很丰富的 练习摔跤出身 通子宫还是很扎实 好 他的对手 是来自于韩国的金大根 主动爆摔 看一下胡勇的表现 一两双对局 胡勇的这个腰啊 势很足 这里胡勇 扛起了对手 猪八戒杯媳妇 这个霸王居顶非常有力度 比赛开始 胡勇给对方韩国选手 已经来了一个下马威 这里没有抢到对方的腋下 很难去扳倒 哇 表演者朋友们 即使抢不到对方的腋下 依然能够扳倒 胡勇的话 这个力量很恐怖 对方站得很稳 但是胡勇的话 想拿力量生吃对手 我从后面来看 胡勇的这个肌肉 太扎实了 这个时候就看谁的力量更足 好 胡勇选择了放弃 力量上的消耗是比较大的 什么情况 连续的杂技 我的天哪 胡勇不仅是摔跤厉害 这个拳法也够猛 好 再次来到地面 胡勇的这个综合能力太强了 中方连续的换拳 很明显 胡勇的拳法连贯性 明显要比地方韩国选择更好 这个门头打拳的这个势头啊 非常像这个李景亮的感觉 最后两分钟的时间还很充足 对方主动来爆摔 看一下胡勇那么站稳 我只要小心了 对手拿到了胡勇的裸脚位 现在的情况胡勇非常难 因为这个把位拿得好像是狠死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 看一下胡勇能不能挺住 对手放弃了 不是应该是胡勇的臂力表足 没给对手一个好的脚步 最后的50秒 这个时候完全是两人力量上的一个对比 对方压制的并不是狠死 连续的翻转 好 没有错 双方重新回到了站立 但时间最后只有30秒了 哦 什么情况 那胡勇应该是一不小心 是滑到了对方的眼睛 哦 对方明明是捂的额头 哦 对方搞不好在扎伤 在拖时间 因为刚刚在地面上的对拼呢 他处于上位 那上位的体能消耗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 好不好 这个韩国棒子在突然时间 因为他发现自己已经没劲了 好 采凡表示 我看也没事 赶紧打 在我打 看你输 看一下 哦 双方应该是磕头 但是胡勇却没事啊 观众朋友们 这个只能说明对手的脑壳不如我们硬 这也侧面表明了 一会儿 他可能在抗击打能力上也不如忽略 好 最后的时间 好 没有错 比赛已经结束 那在第一回合的最后时刻 胡勇也没有放弃任何一个能够进攻对手的机会 这就是我们中国小伙儿胡勇 那胡勇在拳弹一直有一个外号啊 叫做拳弹 勇动机 那这个名号怎么说呢 就是说他的体能很好 就好像勇动机一样 有用不完的体能 第一回合整体来看 胡勇是占据了优势 有一次成功的击倒 很可惜 这一步要对手跑掉了 包括霸王举顶 就是胡勇今天的一个精彩表现 今天的比赛是三回合的赛制 每回合五分钟的时间 最终的比赛结果还不好说 这毕竟是打拳击赛 观众朋友们 整体看下来 在第一回合 双方的打法跟风格也是有所不同 胡勇总偏向于一个摔跤 摔打结合的一个拳手 而对方是一个偏柔打结合 对方柔术和战力打低 但是我们有一说一 在战力上 对方的寒过棒子 观众朋友们还真不如我们胡勇 好连续换拳 胡勇的拳法是左右开打 最少两拳起 对方压得很死 想生吃胡勇 看是胡勇这个反抗能力 这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好 准备暴摔 非常轻松 胡勇的这个暴摔能力 还是非常到位的 往上跑 胡勇的这个控制能力 还是差了一点 但是打一个吃泡菜 长大的韩国棒子 观众朋友们 彻彻有余 双方的地面缠斗 打得非常的纠结 对方的韩国棒子 金大根 又是拿到了胡勇的后把位 这个家伙是巴西柔术黑带 地面的柔术能力还是不错的 对方是抢到了胡勇的一个单页下 背后的小书包已经背上了 对方好像一个猴子 好像一个胡勇的儿子一样 我们是背着儿子去上学 后卫的裸脚位很危险 对方双腿已经打扣 而胡勇单臂控制住对手 不让对方任何一个做裸脚的姿势 可见对于缠斗上来讲 胡勇也是非常的有经验 这方脚部的扣 始终达不到 可能是脚出汗 这家伙是个汗脚 脚很滑 没有错终于是回到了战力 双方打地面这么久的情况下 那对于这个体能上的消耗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方还是想摔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战力水平远不及我们胡勇 都跟韩国人说了 平时少吃点泡菜 你看看这须的 浑身冒汗 而胡勇 小伙子 一滴汗没流 好 刚刚的白拳有命中 后有又是一拳 我才是不断的 我觉得拿着 中国人比较 尽量很重 Wu Sung Hoon is still there as he snaps the head back of Hu Yong it's a boxing match these guys want to put on a strike and show here in the the mass quare garden of the East Lunquini Stadium right hand landed by Wu Sung Hoon 拖后的30秒 比较这一回合打得 非常的焦灼 好 不用的腰 腰间的力量 核心控制力还很 好没有错 烧声吹响 比赛第二回合已经结束 这场比赛真的是酣畅淋漓 那两名选手呢 无论是在战力上 还是在地面上 都是无可挑剔 就是综合能力跟势力 都是很强 好这场比赛 我们的胡勇 在擂台当中的表现 很出色 也超乎了我们的预料 那他的对手 这个家伙 果然也挺抗揍 我们都知道 这个韩国棒子和小日本 都很抗打 这是他们的特点 而我们中国人有个特点 就是喜欢打他们 所以说呢 我们中国人非常适合 打这个韩国拳 好 这里稍坐休息 来看一下胡勇 接下来第三回合的表现如何 屏幕前的您呢 请千万不要错过 好 观众朋友们 最后一回合 看一下胡勇和 对方韩国棒子 金大根的对局 看一下双方最终的话 这样比赛会有怎样的表现 你说很猖獗啊 在赛前 媒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 你认为中国选手的实力如何 他竟然表态 太垃圾了 很狂 我们中国人不是垃圾 我们只是把垃圾的白菜 送给了你们韩国 而你们韩国还当成宝贝 甚至有些韩国人还自称 说我们中国人吃不起泡菜 泡菜是韩国的国宝 真是 经理之蛙 我认为 I think Mitch's answer was a bit more fan friendly Listen, we kid, but no I like to learn from you It is good to go through the criteria because that is what is going through the minds of these judges I mean, they have to have one of us in the group that knows what they're talking about, right? 324 So he likes to get complex with his breakdowns You can put at home or fall on us We got to keep track of verbal power punches Because Rich has the edge of her Mitch So far tonight But the night is long We still got eight fights after this one Let's keep our literal power punches That means we're going to at least two right now 3 minutes to go in the fight Who in the red gloves Who of South Korea in the blue Yeah, Wo Song Young looks like he's been 半回合的時間已經過去 兩人還是在戰力上進行試探 打到這裡雙方選手的體能都有所下降 但是很明顯 胡勇的狀態還是更好 因為他的拳法 速度 並沒有降太多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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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方韩国选手已经不错防守了 每一拳他拿自己的脸来接我们的拳 风尔是1.17的方向 哦呦胡勇免疫情中击 有没有机会KO 对手摊开双手 他太狂了 打到这里还这么撑云 以后时间了 看一下胡勇今天有没有Q对手的机会 漂亮啊 最后的10秒钟 两人都打嗨了 哦都摊开双手 表示方马过来 来不知道谁给韩国选手的勇气 挨揍挨了三回合 还这么狂 好没有错 本局比赛已经结束 那我相信观众朋友们 如果 如果您是裁判的话 我相信您也会把胜利给到我们中国选手 我们并不是偏袒 而是事实的结果 跟现实就摆在眼前 我们是拿到了绝对性的优势 对方还在举起双手 表示我赢了 你赢个屁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本局比赛最终的一个判罚结果 忽勇大战 韩国金大根 我觉得这样比赛应该是不出意外 哇 让我们恭喜 我们中国选手忽勇斩获比赛胜利 五星红旗直接劈起来 打得很精彩 打得很解气 一场暴打韩国棒子的队友 我们还主动拥抱对手 这就是武德观众保护 我们不仅打呼你 我们还要在内心上争取摧残你 咱们再次恭喜忽勇 同时一份感谢 提供前进行的收看与支持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